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蒋万安 频频跨出选区 在台北市设置第五区服务据点 外界解读 备战台北市长选举 但他没有松口 民进党阵营包括林嘉隆 郑列军等人都被点名参选 传出最热门的陈时中 曾私下说 如果非选不可 倾向选台北市长 去年万华区爆发本土疫情 蒋万安在万华社据点提供法律咨询 还首度新增心理资商服务 期望在疫情中 帮助民众维护心理健康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失去工作 已经长达半年之久 那现在我下面有孩子还在念书 那上面有年迈的父母 然后你要梳解这样的情绪 过两天 就是中正万华区国会议员 罢免投票日 蒋万安两度被问 同样没有表态 一个民意代表 在地方的服务 在地的民众是最清楚 也最了解 所以我想在地的民众 他们一定会做出一个决定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嘉伟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导